你好 欢迎收看5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首先带您来关心疫情的最新消息 花莲县政府一名行政纪严考处 采购科员确诊 据悉该名科员在17号出现身体不适 26号就一裁检后确诊 而该名员工日前有台北万华来的亲友来访 17号出现身体不适后来访的万华亲友确诊 而这名员工也在26号就一裁检确诊 在确诊前该名员工已经异地办公 目前异地办公场所以及县府内有接触的人员都被通知快筛 疫情升温花莲截至昨天已经有6名的确诊个案 今天传出花莲县政府有一名行政纪严考处采购行政科员工确诊 花莲县卫生局也表示 26号下午6点之后接获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通知确诊 所以在今天上午通知同办公室的同人进行筛检 以及场地的消毒工作 整个我们的这个同人 5月22、23就在家、娘家 然后这个礼拜一再到这个我们第二办公室 所以我们现在等于第二办公室所有的这个五楼、六楼 我们的这个同人也都开始做了减快筛 那另外对于这个以6776为这个轴心的这个 这个周遭的同人也会也启动 所以在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们已经裁检的人数有111人到3点 111人全部都是阴性 全部都是阴性 所以在这里 5月15号 其实整个第二办公室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府馆 其实5月15号 我们就全面的闭馆 至于里面有的这个我们亲子馆 还有其他的这个对外的馆设 其实都是暂停而且都这个没有使用的 好 那我们足迹的公布也在慢慢的学习 好 跟成长中 不过我已经把这个版好几次的放在记者会上 一再的告诉我们的乡亲 我们足迹公布的原则 而这个原则是在110年2月9号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告发布的原则 大家可以看到 个案活动地点公布的考虑原则 一 个案在该地点停留时间的长短 二 个案及接触对象有无佩戴口罩 三 该地点有无符合密切接触者定义之对象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初稿 如果这三点如果没有很清楚 我们会我们会先一个初稿会赶快先列 但是会继续在不断的追踪 不断的询问 让我们能够更精准的知道 这个个案他当时跟其他的人接触的状况 我们希望能够还原真相 能够知道他真正的一个状况 而这位县府员工个案6776影响的社补馆 已经进行相关的消毒工作 并且在今日已经筛检110人 记者会上华林圈政府秘书长表示说 在足迹的公布上 未来会再做解讨 让大家能够有所警惕 也能够了解确诊个案的足迹之后 减少染疫的机会 记者林杰换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